HELLO 大家好 我是梅拉柯比 這個是臥龍 蒼天允落 DLC 稱霸江東的這個遊玩流程 那 蠻意外的吧 因為其實我本來 沒有要繼續玩這個DLC 只是因為剛好最近有個朋友他 入坑的臥龍 他也知道我有玩 所以我們就一起稍微打了一下 玩一玩之後我就開始覺得 算了 應該 遊戲本篇都玩過了 第一彈的DLC也都玩過了 那沒有道理呢 把這個第二彈跟第三彈的DLC都錯過 那因此這樣子就想說好吧 反正現在剛好呢也是沒有到 也沒有想要開什麼新坑 所以 花了點時間稍微復健了一下 然後呢 這個 想說就開始玩這個 稱霸江東的這個DLC 另一個是這個 風起金箱喔 這個的話是第三個DLC 那我想 也是先買了喔 也會在之後呢 慢慢的把它玩完 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就是 等一下喔 因為我現在是 聖龍之道難度喔 所以對 外裝2 外裝2這個 DLC吧 那我不曉得 長度有多長喔 因為上次的話其實還蠻難的 那 聖龍之道的話我是稍微推了一下 但當然可以看得到我也才推到第4張 因為 聖龍之道會有這個5星的裝備 那沒關係 我想 因為呢 上一個DLC喔 那個 上個DLC叫什麼名字啊 我忘記了 那 非常難打 我記得我已經通關了嘛 然後也稍微偷完了一下烏龍之道 那個聖龍之道 但是呢 還是被打得很長 因為那隻王 我記得還蠻難打的 不過 我總覺得這個遊戲啊 就是 很可惜吧 過了那麼多的時間喔 那我之前最購病喔 最在意的這個調整的問題 還是沒辦法解決 所以很多時候呢 因為幀數掉的關係 影響到這個遊戲體驗 但是整體而言 這個遊戲還算不錯玩吧 那開場就到這邊喔 這個今年的新 2024年的第一個 片子 第一個影片 Let's go 第二個DLC 稱霸江洞 Tim Ninja我記得在 今年三月會出一款 類魂類的這個 好像是武士方面的這種 類魂類遊戲 我遠忘記那叫什麼名字 反正我還蠻期待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叫他孫教的親父 被人招待了 我和他人 被人拒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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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在我身上的復讀 我求求救了 我還沒有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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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前面的話呢那個文字應該也是 不知道是歷書還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那個他們那個年代的那個 那個文字啊 他應該是有完美還原的 這應該也是下了不少功夫啊 畢竟光榮 在做三國儀 的方面其實已經做了好久 想必也做了不少功課 死狀悉慘啊 直接被爆頭 這誰啊 周宇也來了 對 哼 主角登場 可以召喚周宇做援軍 所以 多了一個 入手 孫索的特務 尊仁 阿三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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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金 阿萊 阿二 阿二 阿三 阿五 我從這裡 一開始又是這種傳一傳之間的這種地圖 這遊戲真的啦 如果真的能夠優化到這個 五個小旗子跟七個大旗子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地圖 我們再稍微看一下周圍 真的如果它的優化能夠優化到這個 都能夠完美的穩定60幀運作的話 我覺得這個遊戲會玩起來更順手 然後也會更盡興吧 這什麼啊 這船 喔 我知道了 上面是放了炸藥的船 然後過去之後直接蹦 它沒什麼意義啊 我們已經過去了 我們已經閃過去了 我們現在毀掉了 有人在偷射箭喔 喔 OK OK 目前還沒有出現強敵喔 所以其實 不過其實可以暗殺的話 暗殺最好 雖然會花一點時間 而且現在我是玩臥龍之杖喔 不是昇龍喔 所以 這難度應該是不會太高 雖然是這麼講喔 但是我身上的裝備其實也沒有全部都五星喔 只有一兩件吧 所以 沒什麼差別吧 但我是等級滿高的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像碾壓嗎 希望吧 現在最好先 現在最好不要插旗喔 雖然這遊戲插旗很重要 但是現在先不要Reflag比較好 等一下到時候被打爆喔 畢竟這也是 難度偏高的遊戲啊 找到一個小旗子 應該沒有什麼其他東西了吧 這邊的話是 敵人在正守的地方喔 要把他們全部打敗才可以 插旗 才可以插大旗 開大車 現在看到三星四星其實都麻痺了 還在打喝醉啊你 還想放殺招啊你 唉唷欸 唉唷 被狙擊了 你們還養了一批狼 不錯不錯 那個地方要上去 喔從這邊喔 就這樣喔 已經是開那個效能模式喔 不是畫質模式 但是 喔地圖的物件一多 建築物啦等等喔 平均觀的東西一多之後呢 這個幀數就完全沒辦法穩定了 在這種講求節奏的遊戲裡面 我覺得 這是很 非常致命的 我本來以為他們會改善喔 沒想到過了這麼久 還是一樣 看來應該是放棄滯留了 水賊健兒 這是什麼套裝 水賊健兒套裝 聽起來就不怎麼樣 聽起來就不怎麼樣 啊應該是水賊了 嗨嗨嗨 潤牌哥 這個超麻煩 記得是要化解爆幾次之後 他找辦法 喔 那邊是可以踢 欸那邊是可以踢爆的耶 喔 我是不是錯過啦 我有錯過嗎 欸有欸 所以這時候船是可以上去的 這裡面是上的去是嗎 不行啊 哪裡可以上去啊 反正就想說 喔喔這邊 喔原來如此 差點就錯過一個重要的東西了 想必這裡會有敵人 士氣是7喔要小心喔 來吧炸船時間 看到船可以炸的我們可以不炸的 喔還要欣賞一下 這個 可惜他的風景沒有很漂亮 他的畫面沒有人撞過來 一個大冒炸的感覺 還可以吧 還行啊 還可以 OK這樣 應該就沒什麼遺漏的啦 繼續我們的路線啊 剛剛那艘船如果沒有轟掉的話 也許在未來我們在 經過某些地方的時候會吃別 我靠那什麼啊 炸彈嗎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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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 OK 郭忌呃 郭忌九首一 小齊 插一插 誰發現我們 弓箭手是吧 等一下等一下 來看一下四周 應該在對面啦 郭忌员那邊 他已經先迫不及待的 開殺了 那就讓他處理吧 一個遠程兵應該還好 OK 兩條路 一條是 那邊應該是主要通往的地方吧 寶箱 這邊跳的過去嗎 我猜是不行 這遊戲落水的話呢 就 整條就沒了 還是不要冒險就好 這樣看起來好像也只剩一條路可以走 又剩這邊了 又剩這邊了 然後這個 石桿當 新的 新的道具 不曉得可以幹嘛 開始出現妖魔的士兵了 所以 這邊應該接下來會遇到的都是妖魔的 這裡又有個箱子 其實也不太需要開了 我現在 都要刷五星的東西 三星四星都沒有什麼用 一個華麗的從上面跳下來之後呢 直接華麗的被斬殺 漂亮 大騎 然後 這個是捷徑 插吧 插吧 插下去就對了 插下去 士氣就會提高 心情就會變好 臭開 喔 新怪欸 這什麼東西 好噁心喔 餓死欸 挑戰一下吧 這長得好像那個 破狗 那是瘋掉的狗 我 都是分火器的感覺 哇靠 果然不好對付 然後這裡有那個小動物 這個小動物其實也是收集要素 就是不然怎麼樣你還是得給他一個 給他一點東西 然後給完之後他就會回到據點了你可以收集 我不曉得全部收集會發生什麼事啊但是 本篇的東西我記得也是沒有收集完 如果之後有空的話呢我再利用時間 去把他收集完吧 這邊的話其實可以回去補充 雖然是 不是最高難度但是 還是我們還是謹慎一點就好嗎 又是一隻星 喔 下兵蟹將嗎 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至少都是新敵人喔雖然 樣子也是沒到說很 很新奇喔但是 因為我是指他的模組 跟攻擊模式喔 他剛剛那隻噴火的還蠻帥的 50洞藏劍 新的武器啊 這邊有個小旗子 這樣就只剩兩把小旗啦 那其實理論上不太容易 被miss掉 反倒是小旗比較微 都是會比較愛藏的 然後這是直接被鎖住的所以裡面 懂我演示 沒門 繼續往前推進喔 一隻鱷魚 喔是嗎 你們的情報怎麼會這麼準啊 先把這些在上面幹事的 偷射東西的死倒頭給幹掉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安心的輸出 這邊還有路可以上來喔 不曉得幹嘛 這邊是通到 OK這個帳篷上面 意義不明 這裡的話是可以拿一個道具 這邊的話 有個人在上面 睡覺 不小心找到他了 抱歉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通到另一邊去喔 有上來是對的 我如果進去殺那個鱷魚的話 可能會被這上面那兩個樓頭 給射得爽爽 然後道具在這邊 這邊 哇龍脈的精華勒 給的真大放 解決到鱷魚之後呢 噴火變成分毒氣了 不盡其用耶 難以靠近 然後這個是突進的殺招 OK 一個大旗就在裡面了 再回到剛剛的那個廣場看一下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撿 或是漏掉的 像是小旗子啊 沒有 這裡什麼都沒有 好 地圖好像略簡單喔 目前看起來 船上還比較複雜 這邊的話就 有點單純 喔喔喔喔 喔喔喔 這個畫面有帥到 誰誰誰誰 又是蝦瓶蟹這樣 濃郁灰粉 然後 所以連海鮮都受不了要出來征戰 這個不愧是亂世 連海鮮都不放過 射了一堆白白黏黏醜醜醜的噁是噁爛東西啊 這個防守真的到位 為什麼你們螃蟹也會學那個 妖魔兵在那邊躺一張睡覺裝死 不會懂 那你們現在在模 你們現在都在流行玩這招嗎 這招在你們這個世界是很盛行嗎 還是怎麼樣 你一看倒就射出來 又是怎樣 這麼安耐不住的啊 你要先醞釀一下啊 在最盪的時機射出才有最好的效果啊 對不對 最好就射在裡面啊 欸欸欸欸欸欸欸喔 原來如此了如果沒有前進這個房間的話我就會掉下來然後 直接被射吼射滿了 原來如此 上面沒有東西跳下去 插旗 然後再開門 然後繼續往前推 對 路線的話應該是下面的那個船隻啊 這裡還有一個敵人然後這裡有道具可以撿 哇那什麼東西 這是不是射白色啊你們是射一個一團紅色的不知道什麼 主熟的蟹黃嗎還是 來啊 好猛喔 他為什麼自己掉下去了我也不知道 沒關係 我就當真是好消息吧 一出來就放殺招你也 你也是夠狠啊 就是要你命三千 老子跟你拚了 所以我們剛剛可以從這個造船跳這個洞 這樣的話會比較安全 暴主 身中一歲除 還沒過年了還沒農曆過年 好現在樓梯爬上來 可是狗在啃屍體 旁邊有沒有敵人沒有 這往下跳好像是我們該走的道路 喔好吧好像也 好像也沒有其他路線了吧 Here we go 然後這邊的話回頭一看 屋內有人喔 兩個 然後寶箱 開箱子 開箱子 好 這還應該沒有任何遺漏的東西喔 就 暗殺掉這個螃蟹 螃蟹也會吃人喔 真的假的 哇又是他 所以我們先跳到旁邊去 撿一下道具 思考一下人生 把他打掉 還是被發現 那這也是沒辦法 喔 泡沫光線 他身邊好像有那種 堅硬的外殼 我在砍他的時候會有那個 打到刀尖上的那個聲音 阿紅手的部分可以砍 紅色的部分應該是才有傷害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雖然說目前看起來是 反正還是砍得到 所以還好 也許未來會出現一個 全身都是這種硬殼的傢伙 那倒數該怎麼辦呢 這次你連白白的東西都射不出來了 直接去世 小騎 OK 這樣就剩一個啦 好像也快結束了吧 這個 這一個戰役喔 呃 該怎麼走呢 又來了 唉唷來不及太慢了 紅紅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條路才是主要走的路喔 我身上有奇怪的狀態不知道是什麼 喔這樣就回到原點了 原來如此 我們繞了一圈 遠方的大旗的光芒我們已經看到了 繼續推進 哇又是火箭時間 驚險閃過喔 我覺得這邊不好走喔 我覺得這邊不好走 哇靠 對對對對對對對 這次還太危險了 為什麼敵人不會中那招 喔會 想說為什麼 我們可以透過防禦的方式 化解的方式 去閃掉這些 然後我就直接下去了 趕快補趕快補 OMG 剛剛直接走錯路了 哇這火箭是蠻危險的 我角色直接嚇到直接跳水了 放棄生存 哇這有個大旗 四處探查一下 哇這有個大旗 正好需要啊 這樣的話大小旗都只剩一個啦 前面一看就知道是boss 現在是小boss站 然後旁邊的話 路上我們經過的 應該都已經 解決掉了吧 現在也沒東西了 可以滾圍你們的海裡嗎 真的 陸地真的不是你們可以生存的地方 陸地實在是太閃耀了 你們在海裡好好生存啦 OMG 地蟲喔 連這都有 這次我忘記有沒有打過了 好像沒有 好像 好像是 沒有打過 哇靠咧 冰凍結界 這麼狠的啊 不要bill放法術 這隻應該是遠程 遠程對付會比較好 哇這近戰對付真的 不太容易啊 吃盡了苦頭 解決掉之後 好 這裡有路 旁邊呢 這裡 這裡有艘小船 有道具跟一些埋伏的敵人 射火弓 射火弓 喔小動物在這裡 又一隻 這隻怎麼特別大啊 對啊這隻特別大耶 而且他顏色也不一樣 這是怎樣 我們把一個五星的丟下去看看 感覺很特別 超大隻的耶 這個在DLC第一彈有嗎 我有 喔他一次升兩個 喔 原來如此 因為他是更大隻喔 所以他 double double OK 酷 撲斃了 小旗在那邊喔 白色的光芒 這樣的話 可能就是剛剛那個攻擊我們的傢伙啊 一個神秘人 箱子都大大大放在這邊 不客氣的收下啦 問題來了 欸那裡有一艘可以破壞的船 我現在要去哪裡啊 這邊好像只是拿寶箱的 欸喔 這裡嗎 沒有吧 我們是這樣過來的不是嗎 喔 循著船過去喔 好吧 蘇菲亞 不是蘇菲 蘇四 обще 哎唷唷喔 派派派 很兇很兇很兇 眉嫌 我一直在這裡 大大的東西 擊敗了 然後有個射聯我傢伙 他這個奇蹟的位置還真是好耶 完美的位置 幹什麼 幹什麼 幹雨 不是 幹雨是原神 幹你 蛤 啊算了 你們不會說了 總之就先這樣吧 大騎是差了喔 但是還差一個小騎子 然後 路線 總感覺越來越接近 尾聲了 大騎子 在這裡 前面就是BOSS站 所以 我們還 我們漏掉了個小騎喔 可能要 認真的找一下 我覺得就是剛剛那邊吧 就是 登上這座 登上這艘船之前 的路 可能還有一些分歧 沒看到 像那個炸藥的那個船也是啊 沒推到 只是不過 難道要我跳上來 沒有啊 不行 對啊 小騎子在那邊 哇 不曉得是從哪裡開始ROAD 欸 我們可能要再往回走一大段了 這樣子的話 在這邊嗎 在打地蟲的地方 有一條路可以走之類的嗎 MASAKA 這邊我好像也來過了吧 這邊人也死在那裡啊 哇 我是徹底 喔我徹底掠過了 我徹底跳過去了 原來已經走那麼遠的路了 喔這裡啦 啊 這裡還是得走 還是得硬走 好 OK搞定了嗎 這架子 這個混帳可以去死啊 好拿到一個那個獎盃喔 焚舟燃劍 這裡還有寶箱 原來如此啊 原來在這邊啊 喔那不是50洞 那不知道是三點水在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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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最後一個小騎士在這邊 給他插下去 好然後呢再回到BOSS站那邊 好然後呢再回到BOSS站那邊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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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跳下去就是Boss戰了 好,來吧 乾你 哎呦 殺氣疼疼啊 剛出來沒多久了,就已經放兩滾 他超狂放欸這傢伙 喔齁,帥喔 場地戰 放爆 放爆 哇,還有這招 翻身 頭子技能 哇,這麼巧 入星拳 好帥喔 然後戰鬥音樂也是新的 對 OK 其實我是月等的感覺啊 不過這個如果沒月等的話 我想應該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啊 要打好幾次啊 才會稍微了解 他的招式很多樣 重點是音樂我覺得很好聽啊 Kouki 手を貸 Haku ご無事で 奴隙を追うぞ ここはお控えください Kouki お前はいつもそうやって 他有敵敵敵 休息 救援がなければ危ないところだった お前にも また世話かけちまったな まずは礼を言わねえと ただな 親父を失った俺たちは あの官寧とやらと同じ寝な仕草だ 早いとこ居場所を見つけねえと 兄上 先ほど 炎述殿殿からの使者が参りました 渡りに船とはこのこと 新しい居場所が見つかりそうだぜ Kouki OK 第1個主战場就完成了 赤裸打生龍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超難 光2個殺招都可以 因為生龍難度的Boss 他的士氣都會比你高5次 高5級 なるほどな 一個殺招都沒散留的死 劉陽は炭薬とやらで 口頭の民を取り込もうとしてやがったか さよう 劉陽を打ち 孫作殿が新たな口頭の領主となるのは 大義にかなうことかと 上映にいた鬼殿に知らせたのも 炎述様が鬼殿を高く評価しているからこそ ん これが監禁 力添え頼むしか思う よろしく伝えてくれ はっ 大義の幸運になぞらえ 小覇王の異名を取られるのも納得です 就是叫他去送死 周瑜這時候應該會講話 お待ちを また勝手に前線に出るおつもりだし 心配すんな ちょっとのぞくだけだ 感覺看到那個在講話就是 那種老間巨花那種 番官之類的那種 就很賤的那種存在 喔 等一下喔 這邊是直接 直接 分かってよ ゴーキンに頼まれたんだろ はい 敵人を様子にするだけだって 你的探查敵情跟 我們所知道的探查敵情不一樣嗎 他在主線的時候曾經差點死掉 是被他爸救走的 就是一樣一個人衝進去 有些人在玩那個三國無雙 確實是光榮的遊戲沒錯啦 這無縫接軌是嗎 這直接又是第二個戰場 那這個戰場名字叫什麼 東來有意思 喔好 okok 也好喔 這種無縫接軌的話 比較有沈浸感 of course 不然你覺得有什麼 美女嗎 這是什麼英雄聯盟是不是 蹲草叢啊 還是那個 反正只要是潛行遊戲 都跟草叢的關係 好可惜喔 啊這裡又是什麼 追加草叢蠻好笑的 這邊可以跳上去 然後 這一小塊 可以 喔就這樣子喔 應該只是一個潛行路線而已吧 應該只是一個潛行路線而已吧 喔這裡有個槍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插到旗啦 等一下真方便 這條路完全走對了 上面還有東西 不過應該是別條路吧 現在的話 哇 天珠我記得也是草叢 草叢達人 哇 好久的遊戲了天珠 好懷念喔 可惜他有沒有在除許作 這邊的話 勉強可以吧 怎麼都能死在這裡 怎麼都能死在這邊 發生什麼事 這不就是一個普通的力士嗎 OK OK 繼續前進喔 這一關的小棋子比較多 稍微留意一下 大棋多是不擔心喔 擔心的都是小棋 因為小棋還會亂 他很很 他可以隨便來個搞一個 沒理由的 沒理由的岔路 然後就 想回頭去鎖定這個忍者 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角色拒絕 好搞定 差點又被這個鎖定給雷到 這裡一大堆跳台可以跳 來回到一大堆草叢給暗殺 真的覺得現在有點像玩天珠 也好吧 這算是一點點比較不一樣的體驗喔 我覺得這不是壞事喔 畢竟你都出DLC了 搞一些不同的花樣 就算不是真的 就算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至少也是一點心意 這個我還是可以接受的 掉下去啦 失足滑落 還好不是直接死掉啊 還好不是直接死掉啊 小心一點 好拿到了 蒸氣大結晶 這邊的話是有一個橋 然後還有一條路可以走 哪一邊比較好啊 哪一邊比較好啊 這邊應該是要先殺掉上路 但是還是不要看到 OK 這一條路就到此為止了 然後好像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跳躍喔 奇怪 然後這個地方 怪怪的 好吧沒關係 呃 我們還是跳上去吧 走那個橋 走那條 那個橋的道路 看看還有什麼不一樣啊 好處是再怎麼樣 我們至少都還可以來個高空暗殺 喔 這邊 躺了個小騎子 有一個人守在這邊 就走他一個喔 喔 兩個人啊 那也是沒辦法 好的 然後還有其他敵人嗎 就三個人啊 這個會不會太寒酸啊 畢竟這還是 陣地之外的這個 這個原野喔 所以 應該確實也不太可能會 部署太多的兵力 有個虎哥 有兩個虎哥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上面有個旗子 這兩隻老虎要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利用旁邊的草叢 去那邊開戰吧 這不要同時跟兩隻老虎對槓喔 真的不要想不開 要自殺可以選很多方式 這不是最好的 殺掉一隻 這邊還能往上跳耶 又是一座橋 我剛才在想的是什麼敵人 原來是蜘蛛啊 那個保護色 還有個道具在這個 我們左邊的這個視野 現在我們先跳過來看看 這個小棋子 好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OK那這樣的話 去撿兩個道具吧 就在這裡 藏得很隱秘喔 差不多要回頭了吧 我們的虎哥 呵呵 這個有點瞎 沒辦法 OK OK 幸好虎哥呢 我們已經摸得很熟了 所以 這個問題也不大 只能從另一側開門啊 另一側指的是屋頂嗎 我們應該要不適合 那個人 應該要不適合 一個人 不是 我們可以 做到這個 我們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 好嗎 我們再進去 呀 我們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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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繼續前進 娜奇在這邊 那屋子就在底下 寶箱也在底下 插下去 一插解百優 什麼叫一插解百優 一插百優解 隨便啦 百優解不是要嗎 看來還能繼續深入 再看一下 妖魔之地 然後是星怪 一個像雞又像鳥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又像蛇 尾巴像蛇 是嗎 就是鳥 這個好像是那個 我們在本篇裡面遇到一隻大的 一隻大的也是像這種鳥 然後是黑色的 然後他會放什麼雷魔法 或者是什麼風魔法那樣子 這兩隻不會是他的小朋友的 就是幼年型態吧 好像是耶 看起來好像真的這麼一回事 所以嚴格上來講這也不是星怪 前方就是陣地了 那有個小騎士可以插 然後這個蜘蛛成功的 埋伏成功了 辛苦他了 蹲那麼久 總算有個白癡上當了 那白癡就是我 我們先往回走 因為剛剛其實還有一條路 我們並沒有探 那就是 這個上坡 還可以再繼續往上吧 喔 榮譽之火 來喝一下 還是說沒有路 就這樣 喔 好吧 好像就這樣而已啊 我剛剛還以為 喔 沒事沒事 當然我沒說 就這樣 就這麼一條路 OKOK 有點小小的 擔憂喔 因為 我們還有四個小 其實沒有差 這個數量看起來是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不太妙啊 很擔心是漏掉了 什麼 剛剛擦小旗的地方 好像也沒有什麼 路可以走吧 對啊 就是絕壁而已啊 那就 繼續往前走吧 稍微回頭看一下 沒有路 畫面是蠻漂亮的 場地也是蠻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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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出手時機喔 砍下去了 就包了 那一座橋我們有走過嗎 好像有對不對 底下對啊 那底下我們來過了 這底下其實就是 原來如此喔 這底下就是 就是圓點欸 這種 這種山的 這種環繞的這種 這種 這種地形比較好去設計 所謂的走一走之後 回到圓點的那樣子 那種巧妙的那種感覺 不過還是蠻厲害的吧 稱讚一下他的地圖設計 這一次的地圖設計還不錯 你們為什麼都喜歡 蹲在上面然後跳下來 這有什麼事後嗎 還是 這一次 這些都是白給的啊 這裡感覺就是會出一隻大怪 所以我想多了 巧其實在上面 呃...在上面喔 在上面的話怎麼辦呢 想辦法爬上去啊 嗯...應該有路可以上去吧 只不過我們要稍微再走 再走一小串 再走一小串 然後我好像聽到小串的聲音 欸...我不會讓你敲 我不會讓你敲的 你休想 開門 哈囉...你好 你好 喔...最討厭這招 欸...我鎖半天鎖不到敵人 這鎖定系統 有時候也是很難用 啊好啦...我進來幹嘛 我進來就是塞個哈豆 然後被你捅一刀 然後我再把你殺死這樣 拿路豆 喔... 暈來如此 那個小串好像在屋內的樣子 我看到他了 這邊又是暗殺小遊戲 沒按到 機車啊 只好在草叢裡面 來一場廝殺 上面還有個傢伙一直在射著弓箭 怎麼會有人死在這隻身上 可能是被他用這個殺招遇到捅下去 好啦好啦射夠了射夠了 可以了可以了 你可以休息了 辛苦你了 小騎士在這邊啊 這裡還有...還有狼 欸...插下去 剩下三把小騎 我最意外的是為什麼上面那個人還是那麼的淡定 奇怪我們剛剛做這麼多事情他都沒發現嗎 這是哪裡啊 喔... 所以他們還沒發現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總之就這樣 這邊也過不去 喔好嗎 小洞在屋子裡面喔 所以... 喔...士氣十六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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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動物愛好協會對不對 這裡好多動物喔 來... 來來來來來來 你又洗..又洗...又洗..又洗... 1分為2 這邊應該是我們剛進來的位置 那個小旗子還是沒有插到 我們想辦法上去才可以 看起來的話答案就只有一個 就繼續往上走 這邊的話可以跳 然後 爬上那個屋頂的話應該更好 然後再把這個打盾偷懶的家回幹掉 OK 剩兩個旗子 剩兩個小旗 這邊應該沒有路了吧 Alright 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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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草叢再暗殺 刺器十九喔 好 好 把他們兩隻都搞定之後呢 只剩下一隻星星了嗎 看起來好像是 扣 直接死去 直接裂開 又找到一個旗子 這樣的話只剩一個小旗 可以了 可以了 Keep going keep moving 行走 行勢 再來呢 好像 再來就好像就 剩這裡 我收開 來 槍子 唉唷 柔賣精華啊 唉唷唉唷啦 給的還真多啊 這也是入口 然後呢 在這邊大殺特殺 大插特插之後 看起來好像已經 沒什麼可以搞的啦 這井也不能破壞 我剛剛還 差點以為可以跳上去 可以的話就真的蠻猛的 那麼高的地 真氣大結晶 真氣大結晶 OK 那這樣這個區域應該也完 也完畢了 繼續往上跑 我還沒什麼 因為我還沒用 我還沒用 我還沒用 是啊 我還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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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家底下的存活的話呢 我倒是會變傀儡啊 而且你別無選擇 所以這很麻煩 大棋 還剩一個大棋跟一個小棋 OK 沒有東西 繼續走 上陰喔 OK搞定 然後插棋 正面來小棋子就全部插完了 插得很爽 剩下一個大棋了 衝啊 啊 好 有個人在正守 唉唷 看來你們是由備而來啊 怎麼一個光頭哥啊 三小 這光頭哥是怎樣 先把一些鹹炸人等 跟動物嘛 反正有的沒的先炸掉 餓死耶 他這個森人是不是啊 我看起來像是那種 有點像甘寧吧我覺得 然後他比較像是五森之類的東西啊 十字 十字跳不上去 那是 真的啊 真的啊 動作就是甘寧的動作 啊不是 喔靠咧 我要插棋啊 算了 之後再插吧 哇哦 Nice shot 太死辭了 太死辭了 喔鯉鱼耶 直接就只用神獸共鳴了嗎 是不是 啊 好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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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好強喔 我命血第一次嗎?剛那個 呵呵,蠻帥的,什麼都用上了 不不不,你真的超強的,你真的超強的,你不是開玩笑的搶 我告訴你 噢靠,好狠喔 可惡 沒魔手,而且這種冰屬性附著的情況下,防禦還是會受傷 但是我覺得他的招式跟那個時間下,跟本片裡的那個也是一樣喔,也是會直接放出他的召喚那個守護獸的那個 那叫誰啊 張 啊,我忘記他的名字了,張寮嗎 這邊我想一下 可以看到我等級其實是很高的,所以 儘管等級很高,DLC的王喔,不是在跟你開玩笑的,還是很強啊 啊,初見要打贏,這樣的敵人要打贏,確實是不容易的 好處是我們現在終於可以插旗了 哦,他要重新守住是吧 哦,他要重新守住是吧 啊,死亡也好吧,不然這個旗子沒插到喔 身心不舒暢啊 葛珮的東西 野獄跟小炎 呀佛珮的勝負 超巨紋式 烏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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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雷槍 你不忍耐, 把你放下 危不住, 下降 这一會儿 触到不准 可恶无心 有这些人 很难 正双 所以 積極戒 積極戒 哇靠這招好帥喔 要死我的天啊 那是我的心想死了嗎 那是我的心想死了嗎 我可以死, 怎麼會生了 我還是死了 我 看你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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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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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然是很衝動 刀光劍影 這個昇龍難度難到爆炸吧 是誰? 誰? 你怎麼進來這裡? 我主人,炎術寄的偽物 形勢逆転的秘策是在這裡 小派王が派王にな臨時,炎術寫也困難 他現在又要用單藥了 他在陷阱 OK 雖然狐風接軌真的很棒 電禮 戰場是劉陽的放在揚 劉陽軍的兵士也有很多犧牲 嗨嗨嗨 大家都死得很長 但是,敵人和民主要守著 故軍奮鬥 好 雖然是想要再繼續 但是我想時間的關係也差不多了 一個多小時已經夠長了 所以我想現在這邊暫時先告一段落 非常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Miragelby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